师尊好 师尊好 大家好 谢谢 谢谢师尊 今天都能给我接受 我们给你点上新增的这个专访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节目啊 其实在真佛中的很多的分堂呢 他们都有按时的收看 关于这个师尊 其实当初创立真佛中呢 给我们的这种教导了 其实师尊是非常自然的人 师尊不会去教大家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说 假如成立了分堂 到场 你要怎么去发挥 其实师尊是任由大家去各自发展 好像采取这种地方自治的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在 其实很多的分堂 或者是雷杖 是他们要兴建 他们也希望要怎么样的扩充的话 他们还是会觉得说 在这种很自然的这种原则之下 他们会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会有一个明确的路去走 所以这是大家比较希望能够 是不是能够请示师尊给我们一些 慈悲的一些指导 是这样子的 这个设立分堂 跟这个雷杖寺 还有同修会 最主要呢 是让大家呢 能够共同来修这个真佛秘法 这是目的 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 另外呢 我自己觉得 我是学佛的 我认为智者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他有智慧 我们学习他的 也会有智慧 所有 因为学佛而开悟 明心见性的人 都是有智慧的人 能够明心见性 能够了断生死 能够断除所有的烦恼 这一种人是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跟世俗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陀是最有智慧的人 开悟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 那么我们生活中设立分堂 设立同修会 有雷杖寺 这个是希望佛陀的智慧 传承下来 让所有的真佛弟子 都是变成有智慧的人 所以这才是您 这才是设立分堂 设立同修会 设立雷杖寺 真正的目的 是要叫所有的 真佛中的弟子 各个有智慧 各个能够了生死 明心见性 断去所有的烦恼 所以会不会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解读说 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去分堂 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去雷杖寺 才能够达到做智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呢 这个也是有的 你自己本身在家里 你自修 自己修行 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大家在一起同修的时候 互相切磋 那么同修的时候 集众人的力量 同修的时候 也会产生更大的法力 会有比自己在家里头 一个人的力量大 当然了 一个人的力量小 众人的力量大 众人的力量大 众人一起在念奏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共鸣 众人一起观想的话 会产生一种共鸣 那众人呢 一起这个好像是说 解锁印 入三昧地的时候 也会产生共 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法力出来 那这是人数的问题吗 还是说地方大 共鸣才会大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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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这个就比较难说一点 有人他自己本身修出来 他如果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就像一个火车一样 能够载很多人 有的人本身来讲 他只是走路的 take a wall 走路 他只是走路的 所以他的力量就小 有的人他已经修到像巴士一样的 他可以渡一车的人 所以这个讲法就是讲究 佛教有所谓大圣 小圣 金刚圣 他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藉由师尊讲到这个大圣 小圣 金刚圣 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密教 我们都是真佛密法 我们都是师尊的弟子 我们对于根本上师的认知是 根本上师是我们唯一要依止的上师 那在小圣或者是大圣的佛教里头 他们有没有所谓的根本上师 或者说他们怎么样看待密教的根本上师 密教本身是很重上师的 因为密教他重法 那么法是由师父所传的 密法是师父所传的 所以他必须要重视上师 你对上师本身很恭敬的话 你就会恭敬法 你自然会修出成果出来 你对上师不恭敬的话 你就不会恭敬你自己所修的那个法 那么你修的结果呢 你就等于是没有 那个法不成就 所以密教比较重视传承跟上师 因为有上师传法 上师是你的根本 你没有上师传你法 你不知道法 那一般的佛教来讲起来 好像说师父给你归以后 他便不教你法 你自己念经啊 你自己念佛啊 那么小圣人 他只是自己 雇自己修行成果 正果 他不管别人 所以才叫小圣 圣的意思就是车的意思 车 他是小车 意思说 我只想度我自己能够正果 其他的我都不管 大圣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度自己以外 又能够度所有的众圣 金刚圣也是算大圣 但是金刚圣 他众师父 没有师父的传法 他不会得到这个法 秘教的法 本身来讲 也就是比较特殊的 显教的法 是浮在面前表现出来的 秘教的法 他是属于个别传授 所以秘教必须要重视 自己的金刚上师 实时意念自己的金刚上师 金刚上师是金刚圣的根本 所以这个小